索尼PS港幅会员赠送的麻布仔当冒险有几个常见问题 一个是没有中文 另外一个是不能使用以前的存档 这个视频我和各位分享一下 首先还没有领取汇免游戏的同学赶快领取 这是有时效的 到了下个月就不能领取了 一档会员的游戏领取了就不会出库 但是有领取时间限制 但是二档会员随时玩随时都可以下载 没有时间限制 但是有可能有的游戏会出库 好 下面说进度的问题 我之前买过这款游戏的简体中文光盘版 玩了大概得有一多半了 但是这次我下载之后还要重新玩 因为之前买的是麻布仔当冒险的国航版 这个是港版 游戏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进度也是不通用的 最后说说没有中文的问题 我在刚开始进入游戏的时候 默认也是英语 不管我的PS5系统设置成简体中文还是繁体中文 在游戏的界面还有字幕都是英文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先进入游戏 来到主界面 然后再按猜打键 进入setting设置 然后按手柄的R一键 切换到声音 就是这个位置 下面找到两个 一个是文字的语言 向右 切换成繁体中文 它没有简体中文 只有繁体中文 下面那个是声音语言 只有英语 没有别的配音 然后按圆圈键返回 应用语言更改吗 是的 这样就变成中文了 是繁体中文 这款游戏看着挺人畜无害的 但是挺难的 它支持一到四人游玩 它和双人成型不一样 双人成型只能两个人玩 不能一个人玩 但是这个可以一个人玩 也可以四个人同时玩 另外这款游戏也可以线上游玩 找一个好友 你俩一块来闯关 也挺有意思 如果你们俩的水平差不多 玩起来还是很happy的 能找到游戏的快感 好以上就是粉丝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你们玩的开心 再见